我们可以先去生成一个预览用的二维码 然后再用手机微信上面的扫一扫 去扫一下这个二维码 这样会打开我们正在开发的这个小程序 现在显示的是一个内容列表 所有的内容都是来自后段副接口 可以打开其中的一个内容去预览一下 上面会显示图片、标题、正文还有作者 再回到这个内容列表 向下滚动 滚动到一面底部的时候 会去出发家的新的内容的动作 小程序会去请求接口来获取到新的内容列表 再打开我这个标签 可以去登录一下 输入用户名、密码 再按一下登录 成功以后 页面上会显示用户的头像、名字这些信息 登录以后我们就可以去创作内容 输入标题、正文 再去选择一张图片 可以直接从手机相册里面选择 也可以直接去拍一张 选择一下发布的状态 再按一下发表文章 这样会打开我们新创建的这个内容 再回到内容列表 可以下拉刷新一下 在列表里面会显示 我们刚才用小程序创建的这个内容 小程序用的所有的服务接口呢 其实都是来自一个wordpress网站 我可以刷新一下这个文章列表 这里呢也会显示 刚才我们在小程序里面创建的这个文章内容 可以打开它去预览一下 再到网站的前台去预览一下 网站的前台也会显示 在小程序里面创建的这个内容 鸟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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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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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鸟�鸟���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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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